1990年8月10日,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处田野中,一群孩子正在嬉戏打闹。 就在他们疯狂追逐时,其中一个孩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,跌倒在田野的草丛里。 当他抬起头时,他却发现,眼前有一名女孩赤身裸体,伤痕累累,脖子上也有一道猙瘾的致命伤,可怜的女孩随即被送入了医院。 在女孩清醒后,为了阻止犯人继续行凶,她将凶犯的名字和相貌特征事无巨细地告诉了调查人员。 令全场所有成年人感到惊讶的是,眼前的这个八岁女孩居然能在被绑后,沉着冷静地与凶犯周旋,并暗自记下了许多重要线索。 她所描述的一番画像,更是与本人几乎一模一样,然而就是这样一桩有着大量线索的案件,居然就此陷入僵局。 而这一场长当19年的一番追踪,最终居然是在墓地里完成了审判。 1990年8月10日早上,刚从睡梦中苏显的伊莱恩,准备叫醒自己八岁的女儿詹妮芙,她对着女儿的房间叫了几声。 但詹妮芙没有做任何应答,以为女儿还在赖床的伊莱恩,索性直接走进了詹妮芙的卧室。 但空荡荡的房间让她紧张了起来,伊莱恩发现,女儿卧室里的灯是亮着的,卧室的窗户也大大敞开着。 但她的女儿却不见了,被吓坏了的伊莱恩迅速地报了警。 底金森警察局在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开展了行动,警察迅速赶到了伊莱恩的公寓,并召集了消防部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这次的搜救行动。 不幸的是,这次搜救行动从早上持续到了傍晚,即便他们对公寓周围展开了地毯式搜索,但仍旧是一无所获。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流逝,在伊莱恩报案后的九个小时后,整座城市进入了黄昏,此时距离公寓四公里处的田野上一派相合。 一群孩子正在嬉笑着玩捉迷藏游戏,在孩子们东躲西藏的过程中,其中一个孩子不小心被绊倒在地上,起初他以为绊倒他的只是一块石头,但当他爬起来的时候,他却看到了十分可怕的一幕。 绊倒他的,是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孩,他一丝不挂地躺在田野里,身上全是蚂蚁咬伤,他的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,那道伤疤从他的左耳延伸至了右耳,女孩的脸看上去无比的苍白,他的血染红了身边的土地。 见此情景,男孩赶紧叫来了自己的家长,他的家长也在看到这十分可怖的一幕后,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当天晚上六点半,接到电话的警察迅速地赶往了案发现场。 警察确认了,这个躺在田野里的女孩,就是他们正在搜寻的詹妮芙。 詹妮芙的伤势看上去十分地严重,于是他们赶紧调来了直升飞机,把他送去了医院进行抢救。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,刚接受到詹妮芙的医生们也被吓了一条,詹妮芙的脖子几乎被切口贯穿,气管严重受损。 声带也几乎被切成两段,医生们几乎认为,这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案。 但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,他们在詹妮芙的下体,发现了严重的淤青和撕裂伤。 这证明,詹妮芙不仅险些殒命,还受到了严重的侵犯。 这不禁让人疑惑,眼前的这个八岁女孩,究竟遭受过哪些非人的待遇? 她又是怎样在自家卧室里被带走的呢? 1990年,即将上三年级的詹妮芙与单亲妈妈伊莱恩住在一起。 八岁的她还处于怕黑的年纪,于是她在晚上常常与母亲睡在一起。 然而睡觉不太老实的詹妮芙,经常会让母亲睡得并不安稳。 八月九日的晚上,因工作而疲惫不堪的母亲,又一次被睡梦中的詹妮芙踢醒。 于是母亲只好将沉睡的詹妮芙喊醒,并说道, 你老是在睡觉的时候踢我,我有点睡不好,我明天还要上班,所以你建议今晚回你自己的房间吗? 懂事的詹妮芙并没有抱怨,而是回答道,因为我爱你,妈妈,所以今晚我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睡。 于是依依不舍的詹妮芙就这样离开了母亲的房间,回到了自己的卧室。 她拿着一盏大灯,点开它,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。 伴随着明亮的灯光,詹妮芙又找了一些书来读,一直读到迷迷糊糊地睡着。 然而这个睡得香甜的小女孩不知道的是,此时的窗外,真有一双眼睛紧盯着她。 当詹妮芙醒来时,她发现,她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 因为此时的她,真被一名男子抱着走在人心道上,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詹妮芙想要尖叫,但男子迅速地捂住了她的鼻子和嘴巴,然后把她塞进了一辆小轿车里。 进到车里的男子,把詹妮芙放到了她的腿上,并试图让詹妮芙冷静下来。 她告诉詹妮芙,你不用害怕我,我是一名卧底警察。 作为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,詹妮芙对于警察有着本能的信任,但与此同时,她的直觉还是告诉她,这个男人有问题。 当男人开始开车的时候,聪明的詹妮芙意识到,她实际上是被绑架了。 于是詹妮芙开始冷静地与男子打交道,她先是询问了男人的名字,男子表示,自己的名字叫丹妮斯。 后来詹妮芙又连问了几个问题,丹妮斯起初还耐心地一一回答, 但紧接着,她也开始变得烦躁起来。 这让詹妮芙意识到,自己最好不要再刺激眼前这个男人了,于是詹妮芙也陷入了沉默中。 紧接着,丹妮斯把车开进了詹妮芙小学的停车场,并让詹妮芙抬头看看月亮。 她告诉詹妮芙,当月亮变了颜色的时候,你妈妈会把车停在停车场接你。 听完这句话,信以为真的詹妮芙开始焦急地等待要来接自己的母亲, 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对她来说都是煎熬,但可以预想到的是, 根本没想到女儿被绑架的母亲此时还在熟睡中,詹妮芙自然也就等不到任何人的解救。 在静悄悄的黑夜里,丹妮斯饶有趣味地看着詹妮芙紧张的样子。 在几分钟的等待后,她假装失落地长叹一口气, 对詹妮芙说,嗯,你妈妈来不了了。 随后,她重新把詹妮芙拉上了车,并带着詹妮芙离开了小镇。 丹妮斯最终把车停在了一片杂草丛生的田地里, 看到如此陌生的环境,詹妮芙不由得更加恐慌, 她鼓足了勇气向男子问道, 如果你是警察,那你的枪在哪里,你的警徽又在哪里。 丹妮斯告诉她,自己的枪放在后座, 于是单纯的詹妮芙便站了起来,趴在座椅上朝后方看去, 令她没想到的是,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, 丹妮斯朝她扑了上来,并用刀抵着詹妮芙的喉咙说, 我吓到你了吗,小姑娘。 紧接着,丹妮斯用尽全力擦住了詹妮芙的脖子, 詹妮芙便因此陷入了昏迷。 当詹妮芙醒来的时候, 她看到丹妮斯正拽着自己的脚踝穿过田地, 草丛里的石头在背上摩擦,传来清晰的疼痛感, 她的喉咙处也传来了剧痛。 聪明的詹妮芙意识到, 这个男人可能以为自己已经丧命, 所以自己最好不要发出任何声音, 免得又引起她的注意。 不久后,丹妮斯把詹妮芙的腿放了下来, 闭眼假死的詹妮芙听到了丹妮斯离去的脚步声, 紧接着,詹妮芙又听到她关车门的声音, 这让詹妮芙长嘘了一口气, 这个恶魔将自己抛尸荒以后终于走了。 此时躺在草地上的詹妮芙看到了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, 她想要向他们求救, 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声音, 她的后背被活移咬得活辣辣的疼, 于是她又想要动一动,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动弹不得。 在漫长的努力后, 她艰难地抬起胳膊, 摸到了自己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伤口, 这个伤口从自己的左耳延伸到了右耳, 看着满手的血迹, 詹妮芙觉得可能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, 于是她选择平静地迎接那一刻的到来, 所幸的是,詹妮芙是个被上天垂帘的小女孩, 她并没有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云密于荒野, 因为踢球的孩子们发现了陷入昏迷的她, 当詹妮芙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, 她看到了一名真正的警察跪在她的身边, 对她说, 你被找到了, 你一定会没事的。 被救后的詹妮芙伤势惨重, 她脖子上那道伤口几乎要了她的命, 但万幸的是, 那道伤口冥冥之中避开了最重要的血管组织, 于是医生在詹妮芙的脖子上放置了一个气管噪口管, 让她幸运地活了下来, 但是结合余生的詹妮芙对男性充满了敌意, 她警觉而清醒地注视着每一名男性, 每当有男性靠近自己, 詹妮芙都会疯狂地挣扎, 她拒绝男医生来救治自己, 为了让一名男医生不要靠近自己, 詹妮芙甚至踢了一名男医生的肚子, 与此同时, 她对警察也充满了不信任感, 每当警察前来做笔录时, 她都会想到那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, 于是詹妮芙也拒绝和警察见面, 此时, 在詹妮芙的眼里, 每一个靠近她的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, 在詹妮芙还在医院养伤的时候, 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400米的地方, 发现了丹妮斯和詹妮芙遗落的衣物, 但这些线索远远不足以锁定凶手, 为了尽快破案, 詹妮芙作为受害者提供的口供尤为重要, 于是在妈妈的劝说下, 詹妮芙终于同意讲述案发当天发生的事情, 无法开口说话的她, 用纸条写下了印在脑海里的线索, 并让妈妈把纸条交给守候在门外的警察, 在纸条上, 詹妮芙完整地描述了凶手的各种信息, 她名叫丹妮斯, 戴着眼镜, 身上有绿色纹身, 下巴上有浓密的胡子, 左脸颊上有疤痕, 她还准确地描述了那辆车的颜色, 以及车身侧面的凹痕, 她甚至记住了丹妮斯车的香烟的牌子, 以及她车里六个罐装啤酒的品牌, 根据这些线索, 警方于8月14日, 请来了一位名叫路易斯·吉布森的专业素描画家, 让他与詹妮芙共同绘制嫌疑范的肖像, 在病房里, 二人的合作极其顺利, 詹妮芙负责从肖像图级上, 选取正确的面部器官, 而路易斯则像打印机一样, 开始惠直肖像, 大约花了一个小时, 路易斯就把草图画好, 詹妮芙信心满满地把这张草图上交给警察, 年仅8岁的他明白, 在丹妮斯伤害其他人之前, 自己必须尽一切力量阻止他, 但令所有人感到失望的是, 正当詹妮芙和家人以为能够抓住犯人时, 案情却陷入了僵局, 即使詹妮芙提供了足够详细的证词, 但警方还是找不到这个名叫丹妮斯的男人, 在调查无果后, 警察只能把证物归党, 并以线索太少, 进展甚微为由, 渐渐停止了调查, 这桩案件也几乎是石沉大海,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 詹妮芙的伤势在医院里一天天好转, 她的身带奇迹般愈合了, 渐渐地, 她可以发出微弱的声音, 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声练习后, 她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正常说话了, 住院两个星期后, 詹妮芙顺利出院回家休养, 次年, 她又重新回到学校继续读书, 时光流逝, 詹妮芙一天天地长大, 遭遇了如此重创的她, 并没有放弃希望, 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, 大学毕业后的她, 最终成为了一名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, 然而创伤,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被完全抚平呢? 实际上, 詹妮芙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个男人, 对她来说, 在狄金森镇长大的每一天都像是在追捕嫌犯, 她会怀疑自己的新邻居, 也会怀疑邮局和杂货店的人, 她不敢一个人在家, 因为她总觉得, 在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正在监视着自己, 更令詹妮芙和家人们感到难以忍受的是, 詹妮芙的案子因为缺乏证据而被移交了很多次, 而案子的每一次移交,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重创, 因为这意味着, 一切调查都要重新开始, 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, 就这样, 在种种复杂情势的煎熬中, 詹妮芙度过了艰难的18年, 直到2008年, 在家中的詹妮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, 电话里的人告诉她, 一个名为蒂姆·克罗米的警探, 要接手她的案子, 沮丧的詹妮芙前去与这个陌生的警察见了面, 彼时的她对破案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, 但她还是在会面的过程中, 又一次诉说了她的不幸遭遇, 然而让詹妮芙没想到的是, 眼前的这名陌生警察, 向她做了有史以来最郑重的承诺, 她说, 我会尽我所能抓到那名凶手, 直到我退休前, 我都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,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, 詹妮芙意识到, 眼前的这名警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一生, 2008年初, 作为儿童案件专家的蒂姆警官, 接受了詹妮芙的案子, 蒂姆和联邦调查局的理查德·雷尼森, 在讨论了案情之后, 决定从当初遗留下来的证据, 也就是案发现场遗留的衣服开始着手调查, 在二人看来, 18年前的DNA检测技术还不成熟, 虽然这些衣服在案发当年进行了测试, 但因为体验样本不够大, 所以在当时无法得出结论性的成果, 但现在不同了, 随着技术的进步, 许多悬案都在DNA检测技术的帮助下被破获, 于是他们联系了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, 对当时遗留在案发现场的义务进行了鉴定, 在实验室里, 凶手的DNA信息被顺利地提取出来, 并在警方的数据库中匹配到了对象, 令人惊诧的是, 这个被匹配上的对象也叫丹尼茨, 他是一名生活在阿肯色州北小石城的电工, 为了找到案发当年他在迪津森镇的证据, 蒂姆警官联系到了德克萨斯州的驾照局, 驾照局给了他一张丹尼茨驾照上的照片, 那是在詹尼茨遇息前几个月拍的, 当蒂姆警官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, 他震惊地发现, 詹尼茨与路易斯当初绘制的肖像画, 与照片上的人几乎一模一样, 那么丹尼茨又为何迟迟没有被捕, 他的DNA又为何会出现在警方的数据库里呢? 原来在案发的第二年, 他便逃到了阿肯色州的温泉村, 在那里, 他与一名名叫丽莎的女子结了婚, 婚后还生下了一儿一女, 但婚姻并没有对丹尼茨产生什么约束, 1996年的时候, 丹尼茨在酒吧被一名女子吸引, 为了与他发生关系, 丹尼茨在他喝的酒中放了迷药, 就这样,丹尼茨带着陷入昏迷的女子离开了酒吧, 并侵犯了他, 改不掉自己习惯的丹尼茨, 这一次又在女子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, 幸免于难的女子在苏醒后选择了报警, 这一次的丹尼茨没能幸运地逃脱抓捕, 他很快被阿肯色州的警察抓获, 并因为这桩案件被告绑架罪和性侵罪, 他不仅因此被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, 还被提取了DNA样本, 这一案件显然成为了丹尼茨日后落网的关键, 2000年, 获得假事后的丹尼茨搬到了北小时辰居住, 因入狱被离婚的他, 在那里又和一位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伊丽莎白韦伯结了婚, 在北小时辰中生活的近十年里, 可能是改过自新, 可能是想要重新做人, 也可能是怕仇家报复, 总之, 丹尼茨本本分分地生活, 再也没有犯过案, 然而他曾经犯下的罪过, 还是不能让他逃脱制裁, 此时拿到了关键性证据的两名警官,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小时辰, 立刻将丹尼茨捉拿归案, 2009年10月13日, 詹尼茨亲手接到了一通令他难以忘怀的电话, 在电话中, 地母警官告诉他, 那个该死的凶手已经被我们抓住了, 他即将被绳之以法, 听完后的詹尼茨不由地浑身颤抖,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 被捕后的丹尼茨被关押在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县监狱里, 丹尼茨在被捕后一直非常消沉, 不愿开口说任何事情, 常常几个小时的审讯也挖不出一点有用信息, 然而在得知了詹尼茨还活着的消息后, 他终于精神崩溃, 开始失声痛哭, 知道詹尼茨还活着后, 丹尼茨在监狱里经常尝试自我了结, 遇尽几度将他救回, 但就在被关进监狱里的七个月后, 丹尼茨还是选择于2010年5月10日, 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, 这则消息对詹尼茨来说, 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, 他回忆过往的20年, 无论调查多么艰难, 条件多么艰苦, 他都丝毫没有放弃过追踪丹尼茨的想法, 在丹尼茨被捕后, 他更是业以继日地准备材料和证词, 想让丹尼茨受到法律的制裁, 然而丹尼茨的自我了结, 让他的所有努力在这一刻化为了泡影, 但是坚强又勇敢的詹尼茨, 怎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, 2010年8月10日, 这一天是詹尼茨按20周年纪念日, 这天的詹尼茨本该出现在法庭上, 聆听法律对丹尼茨做出的正义判决, 但是此时的詹尼茨站在丹尼茨的墓碑旁边, 望着丹尼茨的照片久久不语, 在两久的沉默后, 他拿起了自己的受害者陈述念了起来, 一时间, 墓园变成了法庭, 他说道, 丹尼茨布拉德福德, 我等了19年两个月零三天才知道你的信, 在我心里, 我知道你还活着, 你不是活在监狱里, 就是活在谎言里, 我知道, 这些年我从未放弃寻找你的决定是对的, 念完成词后, 詹尼茨又一次感到空虚, 他不知道丹尼茨是否听到了自己的控诉, 就在这时, 一只火蚁突然咬了詹尼茨的腿, 詹尼茨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20年前的那天晚上, 他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信号, 这意味着丹尼茨清楚地听到了这跨越20年的控诉, 他会在地狱中得到他应有的审判, 至此, 这桩案件终于结束, 詹尼茨长达20年的坚守和努力, 终于得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结果, 20年前, 他异于常人的沉着冷静, 为警方的破案积累了大量的线索, 20年后, 他仍然积极地面对未来的人生, 并以最大的努力, 帮助和鼓舞, 像他一样遭受过暴力侵害的受害者, 人们知道, 即使丹尼茨没能受到法律的制裁, 但坚强而勇敢的詹尼茨, 仍然是最后的赢家, 关于这桩案件, 你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,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,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, 打开小铃铛,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,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生探, 听离奇案件, 平摆为人生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频道哦,